叙利亚在这个月初发动化学武器攻击 伤害了不少无辜平民 为全球抛下一颗震撼弹 美国白宫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宣布 正式对叙利亚政府科学研究中心的 271名工作人员展开经济制裁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制裁行动 美国强调绝对不会容忍一切的化物攻击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表示 受到制裁的叙利亚公平拥有化学和相关学科的专业背景 当中有一部分是从2012年开始 参与叙利亚政府的化物项目 最次面对制裁的人数是美国财政部史上最多的一次 有关举动传递了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号 美方认为 并且禁止美国公民和公司与杂道制裁的人 有任何交易往来